一甲第十一轮进行了多场比赛 纳布勒斯在课场以2比0击败萨勒尼塔纳 拉斯帕多里和埃尔玛斯各进一球 国际米兰在课场2比1击败亚特兰大 恰尔汉奥鲁点射破门 老塔罗进球扩大比分 斯卡玛卡扳回一球 AC米兰主场沦陷 以0比1输给了乌迪内斯 爆出超级大冷门 纳布勒斯面对这支排名垫底的球队 踢得很顺利 在第十三分钟就攻破萨勒尼塔纳的大门 拉斯帕多里的小角度近射打进 之后纳布勒斯一直占据优势 但是射门总是无法转化为进球 直到第82分钟 埃尔玛斯才打进第二类进球 终结了比赛悬念 这场比赛纳布勒斯疯狂射门21次 只进了两球 射门效率并不高 而萨勒尼塔纳只有十次射门 都没能打进 纳布勒斯拿下这场比赛之后 连续三场联赛保持不败 拿下7分 总积分达到21分 排名第四 国际米兰与亚特兰大的比赛中 双方一开始还是比较保守的 之后亚特兰大借助主场优势 率先制造威胁 只是没能够转化为进球 国米运气不错 依靠点球机会在第39分中取得领先 进球的是恰尔汉奥鲁 下半场老塔罗踢出一脚漂亮的兜设 帮助国际米兰扩大比分 不过很快斯卡玛卡就为亚特兰大颁回一球 剩下的时间亚特兰大没能再进球 不得不接受落败的结局 这场胜利让国际米兰各项赛事取得四连胜 同时在积分榜上继续领跑 国际米兰28分 领先身后少赛一轮的尤文图斯5分 AC米兰与乌迪内斯的比赛中 AC米兰占据控球优势 但是面对乌迪内斯的防守 却很难创造出好机会 克鲁尼奇投球攻门顶偏 卡拉布里亚远射被扑出 莱奥的射门偏出 穆萨的射门也被扑出 乌迪内斯也有不少射门机会 但射门质量比较差 总是无法射政 比赛的平衡在第62分中打破 乌迪内斯获得点球机会 佩雷拉主罚命中 帮助乌迪内斯取得领先 AC米兰陷入了绝境 直到比赛结束 AC米兰都没能取得进球 最终不得不接受0比1落败的结局 AC米兰依然是22分 排名第三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